我是國安的安理人 那總是政府園區今天要進行都市計畫變更 那我們因為他原本是用BOT的方式 然後在政府園區裡面畫出了一塊商業區 要讓財團來賺錢 那目前因為BOT合約已經解約了 那市政府要準備自己開辦 所以他們在這次的都市計畫變更裡 想把那個就是要擴大政府園區的 把它增加它的容積率 然後來看非常非常高的大樓 那在桶圖這一個地方 它其實地址上是有理由的 所以等一下會有居民來補充說明 那我們主張既然你沒有要做BOT 你要自行開發 你還是應該依照環評法的規定 來進行環境獎評估 而市政府現在以切割開發基地的方式 要來規避環評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的事情 廣時的案子它的開發基地是6.5公頃 依法要進行環評 那可是台北市政府居然去學美麗灣的案子 把開發基地切割成一塊一塊小小的 我想美麗灣的案子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個最高新政法院都已經判決 就是台東縣政府敗訴 規避環評是敗訴的 現在還被判決停工 所有的員工都擠錢 我們今天台北的社福園區 照顧老人 照顧弱勢的社福園區 也要做一樣的事嗎 當地的生活品質跟生活環境 有沒有受到自有的照顧跟評 如果你們今天要蓋這麼大的開發量體 你們是不是應該跟當地去進行溝通 所以我們今天在都市計畫委員會之前 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要求台北市政府 應該要依法進行環境 再來做都市計畫變更 那我們現在先請我們在地大人李德里長 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那個講幾句話講過我 我們首先也要謝謝這邊的治安無情的人員 他是保護我們的秩序跟安全 事實上這個地方 本來應該各位相信可以在家裡 照顧自己的家庭生活 我們所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反對供應處長 而是市政府決策太粗糟 太過暗暴 一百零一年市政府 市長選了七個地方為公民處長 廣時從未入例 那為什麼政策要跳票的來犧牲 犧牲到不得的信義區的 比較落後的地方 那你們有人會問啊 你們是不是沒有愛心反對供應處長 我請問你 我們陪伴的這個廣時搖腦也快得是你們 我們也陪伴的胡德平仔快得是你們 這中間市政府的社會局也管理不善 有的老人家死在裡面的 社工人也不知道 有的人擠了大陸被 股數會降低的 就政府 市政府也沒有來關係 他管理不善 那我們也陪伴他五十年了 他在開發案規劃裡面 有對那個老人的助長 長照的養護照顧 跟身體長照的規劃有六七百戶 我們也接受了 因為他溝通了好幾個 這六七百戶 他又硬在一次之間 市政府好像一個行動反慢的老爺車 這兩個月一百零二年的年底 兩個月就政策突然大轉彎 他七八年空轉 兩個月就行政大轉彎 所以我們真的很質疑 市政府你的公信力執法在哪裡 另外 他這個官司還在打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我們要問的是市政府 你尊不尊重法院 他的官司還在打 他就要推出另外一個 都市變更計畫案 那你是不是描述這個法律 法院的判決 那是不是他硬幹 蠻幹以後 以後 他就用老百姓的納粹錢來賠 第二個 市政府也比那個開發公司還不如 開發公司辦了市場的 溝通會 座場會 市政府偷偷摸摸 在1月10號辦了說明會 不聽不足 劫政委員說我把問題帶回去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市的建設 我們台北市已經過後太多了 市長還在 市長還是爬爬走 跑到那邊看花很開心 我們這個福德平宅歡會的四年 市長你有來看嗎 有些老人家七八十歲 硬要把你搬到安康那邊去 你們難道沒有長輩嗎 你們長輩七八十歲 把你硬搬到那邊去 有的適應不良 就到天堂去 難道市政府你真正有照顧弱勢嗎 另外我們希望我們的訴求 希望市政府你七八年再快轉 我希望這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你要暫停這個審議 再尊重我們地方 來辦這個公聽會說明會 謝謝大家